今天在五二零正副總統宣誓就職典禮 一共有五十多個國家正要訪團都到場管理了 但不只如此我們要來看到 科技產業龍頭的企業家們 包含是台積電的創辦人張中萌 也協同妻子張淑芬一起來參加 那這已經是他連續第三屆來參加了 包含是前總統蔡英文兩度的就職典禮 他也都沒有缺席 另外一位到場的是利基電董事長黃從仁 那在五二零新政府上任的這一天 我們要來看到國人對於經濟信心 調查的結果 景氣展望樂觀指數 還有股市樂觀情緒 都是保持在偏樂觀的正值 那尤其可以看到包括是大額消費意願指數 還有耐久財消費意願指數 顯示都是上升的 那房屋買賣指數呢 近期也是呈現連續上升的趨勢 至於在投資信心方面 民眾對於股市樂觀情緒跟風險偏好 是同步走降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偏樂觀的 接著我們來看到在臺北股市五月以來是屢創新高 那遇上了五二零總統就職 也出現了慶祝行情 分析師就點名了賴清德選前的政見股 像是五大信賴產業 包括是半導體 人工智慧產業 還有軍工 安控跟通訊等等 預計未來都會有政府資金的政策加持 備受關注 加上目前房市也出現四大利多 包括是通膨推升價格 股市大好 還有地震安全意識 跟科技建廠活絡周邊的房市 專家來評估 五二零不只是賴清德就任總統的大日子 也是建商推案的重要事件